要怎樣才能拍一張背景模糊的好照片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 單眼相機的幾個常常經常會用到的關鍵數據 要調整的關鍵數據 首先我們常看到的是F F就是指它的光圈 那數字越小表示光圈越大 我們可以在這邊調整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就是光圈 所謂的光圈就是 我們在按下快門的那一刹那 咔嚓的那一刹那 這個光圈它打開的大小 假設今天太陽很大的話 光圈調小一點是OK的 像它這個圖示 中間那個圈圈是入光量是比較小的洞 所以光線進來都會比較少 那如果光圈越大的話 比如說F2.8 這光圈就很大 所以它入光量就這麼大 如果光圈很小像F36 那入光量就只有一個小圓點而已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快門 快門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咔嚓一聲的時候 這個快門它打開的速度 剛剛那個光圈是打開的大小 那這個快門是它打開那個光圈的速度 這個速度如果越快的話 它入光量就會越少 速度如果越慢的話 那入光量當然就會越多 譬如說我們在拍夜景的時候 那晚上光線很暗 可是我們希望讓那個車燈變成一條線 所以我們可能會開一秒鐘或兩秒鐘 那車子可能會移動好幾公尺 那那一條車燈就變成一條線 就是從AD一直開到BD 可能隔一秒鐘 那一秒鐘可能開了20公尺 那那一條車燈就變成一條20公尺的線 這個是快門 相對如果你是要拍汽車拍跑步的人 那因為正在動的狀態 你不希望它會糊掉的話 我們就會希望快門要加要加速 所以百分之一秒或者是250分之一秒 那一般我們的拍照大概都125 大太陽的話125分之一秒其實就夠了 假設你快門太快的話 照片變得太黑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實際的操作效果 那這ISO值呢 ISO值目前我們經常 如果ISO值比較小的話 像100的話 跟3200 主要的差別是說 譬如說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ISO值要調高一點 因為晚上的時候 錄光量本來就不多 它不像白天有大太陽 那ISO值如果越大的話呢 照片就會越亮 ISO值如果越小呢 照片就會越暗 那所以說如果白天大太陽的話 你ISO值調100是OK的 因為陽光很亮 那晚上的話呢 你ISO值最好就是調到1600或是800 我要看光線決定 但是ISO值 它除了亮度之外 它會影響到畫面的顆粒大小 假設ISO值越大 譬如說6400 它畫面顆粒就越粗 ISO值越小的話 畫面就會越精細 我們實際來看一下 好 這一個是 按鈕就是快門的按鈕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拍一張 這個小孩子的照片 那上面這個顯示就是曝光量 一般來說 曝光量維持在正中央的時候 拍出來的照片效果 才會是正常的 假設現在曝光量在-2的話 那我們直接拍張照片看看 它會把步驟秀出來 光圈快門 然後呈現在影像上 你看 我起碼黑的看不到東西 所以一般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其實都是看這個中間指 這個點點是不是落在中間 在我們看單影相機的視窗的時候 那我們就把光圈調大一點 你會發現這邊往右跑了 光圈再調大一點 好 在正中央了 那快門是十分之一秒 我們先不要管它 ISO我們也先不要管它 我們只要這三個指 只要搭配起來 讓上面這一個 落在中間點就可以了 那拍下來的照片 其實就會是正常的照片 OK 那你就會發現 這張照片的指是 F5.0的光圈 然後快門是四十分之一秒 ISO值是100 我剛剛講過ISO值越小的話 畫面會越銳利 越清晰 顆粒越精細 那假設我們現在來調動ISO值好了 把ISO值調高 調到1600好了 你會發現曝光量太亮了 這個是太亮 這邊是太暗 調到中間是剛好 所以我們ISO值調到1600的時候 太亮 因為這是適合晚上拍 可是現在是白天 那我們是為了做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ISO值調高顆粒會變粗 我們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所以我故意把它調到1600 可是太亮怎麼辦 因為這樣拍下來會變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結果 會變這樣子 一片過曝 全部全白 那我故意把光圈調低 然後你仔細看這邊的 我把它調到正中剛剛來 我把光圈調小 好 F20的時候 這個曝光值落在中間正常了 按一下快門 你會發現這張照片 拍出來了 光線是OK 可是你看旁邊這個顆粒 跟剛剛比起來 是不是顆粒變粗了 雖然光線OK 可是它的畫質顆粒變粗了 因為ISO值調太大 假設我們再調到最大 6400好了 太亮了 我再把光圈調低 光圈調小 最小到36了 它還是太亮 有沒有 它還是太亮 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快門加速 40分之1秒 把它變成50分之1秒 好 這樣等於快門的速度更快 更快一點 好 落在中間值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6400跟剛剛1600的差別 這個顆粒 照理說會更粗 按下去 拍照 欸 有沒有 它的畫面 畫面更粗了 顆粒更粗了 所以一般齁 除非是你真的很想要把這張照片拍起來 而且是在晚上光線很暗的狀況下 拍起來 否則我們不建議ISO值調太高 其實ISO值越低 照片越清晰 ISO值越低 照片越銳利 所以ISO值調小的話呢 你的光圈就要盡量大 有沒有 看中間這個值 你的光圈要盡量開大 ISO值調小的話 你的光圈就要盡量大 不然你的入光量不夠 照片就會變太暗 然後呢 我們還是要配上快門 假設今天的動作是靜態的 那我們快門不用太快沒關係 大概50分之1秒 60分之1秒都OK 我們再拍一張 顆粒就不會那麼粗了 因為ISO值已經調到100了 再拍一張 你會發現 顆粒不見了 顆粒變得很精細 所以ISO值越低 顆粒就越精細越漂亮 那什麼時候會去調動 這個光圈 越大越好 光圈越大 景深就可以越淺 所謂景深就是 背景 越模糊 主題清楚 背景越模糊 我們光圈就要調的越大 一般如果我希望我的 背景非常非常模糊的話 我的相機都是直接把光圈調到最大 那光圈調到最大 你會發現這個曝光量太高啊 那時候我就會來調快門 我就把快門調快一點 你看 調到125分之1秒的時候 它就落在中間正常值了 然後這時候你再去拍一張照片 它還是會很漂亮 可是它光圈最大 所以它背景可以最模糊 我為了做到背景大模糊的效果 我就會這樣做 把光圈調最大 然後把快門調到適當的速度 讓那個曝光量落在正常值 然後ISO我一定會調到最小 如果是白天的話 這樣子照片就會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背景非常模糊 這是最主要的 最最主要的調整方式 那如果說你的這個鏡頭啊 是可以Zoom in Zoom out 就是可以生長 就是可以把物體拉近 拉拉遠的 那我們希望背景越模糊的話呢 就是把你的景物拉得越近 背景就會越模糊 第一個 把物品 把你的目標物拉得越近 然後光圈放得越大 這樣子背景就會越模糊 以上呢 這就是我們經常會用到的光圈 快門 和ISO的調整 那基本上呢 如果不是晚上的話 就剛剛講的ISO值不建議調太大 調越小 越精細 照片越清楚 越精細 那快門呢 就看你要拍的 要拍的東西 是不是在移動中 或是靜態 來調整它的速度 那光圈跟快門其實要配合 你的錄光量和你的快門都會影響到 你這張照片太亮或是太暗 所以只要把你的觀景窗裡面 你的快門和你的曝光 和你的光圈調整 如果能夠讓觀景窗的這個值落在正中央的話 你的照片拍出來就會是漂亮的 那現在的數位相機非常方便 以前的那個底片相機拍出來之後 你都要清 都要洗出來 照片都要洗出來之後才會知道結果 那現在的數位相機 你調整完 拍出來一看就知道結果好不好 好不好的話 你就可以再重拍重新調整 所以在學習 單眼相機的速度其實是會比以前快很多